鱼岛在决赛中战胜珍宝阁 勇夺2022年第五冠 风哨一个人包揽冠亚军 197年五神坛之战落幕 顶级豪门区孔庙小组在三胜 没能进16强成为本届服战最大冷门 浩文领衔的诗情画意 在百万猴粉的期待下 成功杀进16强 连续三连进入服战16强 浩文的服战生涯再创巅峰 珍宝阁和鱼岛两支服战队 一路过关斩将 会失于最后的服战总决赛 2022年的服战当中 珍宝阁夺得四冠 鱼岛夺得两冠 双方都渴望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岛阁大战更是让岛民和隔粉为之疯狂 鱼岛本月1300万战神 珍宝阁600万战神 在班选阶段 鱼岛武装和化生被禁 珍宝阁化生和普陀山被禁 切入对战之后 鱼岛上了女儿加盘丝加化生 加魔王加宙师普陀的阵容 珍宝阁上了武装 加盘丝加化生 加士陀领加魔王的阵容 鱼岛阴阵大克珍宝阁龙阵 看上去优势非常大 珍宝阁的士陀领带着紧箍咒倒地 不断消耗九转 野兽之力也加不上 鱼岛开始慢慢占据场上的优势 第16回合 珍宝阁一方看情况不对 果断拉出第一支地厅 缓解场上的节奏 只可惜没起到任何作用 第32回合 珍宝阁魔王秒出无穷大 直接带走了鱼岛的盘丝 珍宝阁抓住这个机会 将场上局势艰难打成了五五开 在第40回合 珍宝阁师陀岭也终于加上 久违的野兽之力 比赛后期 珍宝阁 武装 华生 施陀岭 洪王全部中紧箍咒倒地出出手 鱼岛顺利收下了本场比赛 逃取197连福战冠军 这也是鱼岛2022年的第五个天元祖冠军 第三个福战冠军 2022年12个月的福战当中 珍宝阁四冠 鱼岛三冠 屈服孔庙两冠 西沙老街 生日快乐和普卓山各一冠 从战绩上来看 珍宝阁和鱼岛就是当今武神坛最强的两大豪门 神豪风哨在回归之后疯狂更新 打造了12个福战号 珍宝阁化生和鱼岛化生都是他的 他也在本次福战当中包揽了关亚军